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同胎化法郎 的一个小很小的一个捧盒 先来看看它的尺寸 看这是我的手掌 就在手掌里面这样大的大小 然后它看看它的那个形 它整个更大的那个捧盒形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边缘都要六斤的 可以看到它的创伤感 嗯 嗯 这个法兰料 在我们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都在用那个 用唐瓷缸啊唐瓷脸盆啊什么的 其实就是唐瓷 但是早年呢 这种法郎呢 它的不太纯 烧灶的那个技术 所以它有很多的那个 像输入点一样的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那个 像这种 去 它的底色 它都是用黄的那个法郎料 它都是用黄的那个法郎料 这种图片 画片是非常流行的 母子图 是中国人比较吉祥的 多指多声啊 母子啊 对吧 传宗接代呢 各种各样 背景呢 是自己的花园 家里的花园 这种小盒 很多是用来装那个香料 粉的一点点香料 粉的一点点香料 还可以看它的那个画法 一般的 这个年代的那个画法 它基本上把人物的那个眼 都不把眼柱子画得很清楚 基本上都是一条线啊 这么的 然后这个树干呢 它都是去的拐弯的 好像很难以全 难以自然的那种感觉 这种东西 在西方 比较多 因为西方人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成品 我说的 因为我都不可以看它 在西方的底下 也不可以看它 在西方的那种感觉 我看你 有些人的那种感觉 在西方的那种感觉 你会看它 在西方的那种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